你 内务府的人真是费了 燕翘的小主不得事 连好一点的炭都不送 小点声 小点 小主定着 听了这些话 又要难受 水烧好了吗 好了 这个炭怕是用不了了 烟太大 我去管个汤婆子吧 给小主放到铺里暖和些 你们去吧 二位小主吉祥 天真是冷了 你们小主倒好睡 沈贵人吉祥 安大爷吉祥 这屋里好冷 怎么样 你好些了吗 姐姐 妹妹 冰凉的手 好些了吗 老样子吧 老师这样可怎么行呢 姐姐这个玉柴颜色极好 定是皇上赏的吧 美姐姐现在胜券正笼呢 岁月轩冷屁 天凉了就更不宜养病了 我给你带了几篓银炭来 你先对付着用吧 我见锦细烧的炭盆都是用的黑炭 定是内务府那帮奴才使坏 我总要禀明了皇后才是 我久病失事 难免他们不周到邪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况且你受宠 他们也不敢十分怠慢我 再说 你们不也给我送来了吗 雪中送炭的情意 可比什么都可贵 亏得你好性子 连康陆海那样没心肝的东西走了 你都能忍耐 即使没心肝的东西 不在眼前也清静 你的意思是 奴才不在于多 只在于忠心于否